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需要想些事情 而经过昨晚之后 今天一切显得这么平静 阳光普照 万里无云 气候宜人 似乎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想你保证 万一空旷恐惧症发作 我会立刻回到室内 所以你会陪我吗 会的 先生 很好 贝赖走在前面带路 等到两人走到大树旁 贝赖谨慎地摸了摸树干 然后仔细盯着自己的手指 发觉指尖仍旧十分干净 在确定了贴近树干 不会把自己弄脏之后 他又检视了一下草地 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并将上身靠向树干 虽然比不上靠着椅背来的舒服 可是 说也奇怪 贝赖心中却有一种安详的感觉 那或许是置身室内 永远感觉不到的 吉斯卡仍旧站着 贝赖问道 你不坐下吗 我站着和坐着一样舒服 先生 我知道 吉斯卡 但如果不必抬头望着你 我的思路会更顺畅 如果我坐下来 就无法那么有效地 监视各种风吹草动 先生 这我也知道 吉斯卡 但此时此刻 照理说 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案子已经侦破 我的任务结束 法斯托夫博士的地位 也巩固了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坐下来 而我也命令你这么做 吉斯卡立刻坐下 面对着贝赖 但他继续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 维持着警戒状态 贝赖 抬起头 透过浓密的树叶 望向天空 见到了一片 蓝绿胶织的景象 他还竖起耳朵 倾听着蟲鸣 鸟叫 并注意到附近草丛 有点骚动 想必刚好有个小动物经过 他不禁想到 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安详 而这种安详 和大城的喧嚣 多么不同啊 这是一种 宁静的安详 从容的安详 远离尘世的安详 有生以来头一遭 贝赖隐约领悟到了户外 究竟比大城好在哪里 他由衷感谢这次 在奥罗拉的诸多经历 尤其是那场暴风雨 因为现在他知道了 自己的确能够离开地球 移居到一个新世界 并面对其上任何可能的环境 当然是和班一起 或许还有节系 他说道 昨天晚上 我在漆黑的风雨中 突然想到 如果没有云层遮掩 不知能否看到 奥罗拉的卫星 如果我没记错 书上说 奥罗拉有一颗卫星 其实有两颗 先生 大的那颗叫做提托诺斯 不过它还是很小 看起来只像一颗 中等亮度的星星 小的那颗 肉眼根本看不到 所以没有名字 我们提到它的时候 就称之为提托诺斯二号 啊 谢谢你 还有 吉斯卡 谢谢你 昨晚救了我 贝勒 望着那个机器人 我不知道 该怎么谢你才对 完全没有必要谢我 我只是在遵从 第一法则 在这种事情上 我没有选择余地 话虽如此 你仍然等于 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认为 有必要让你了解这一点 而现在 吉斯卡 我该怎么做呢 你是指什么事 先生 我的任务结束了 法斯托夫博士的观点 已经巩固 地球的前途 也已经确保 看起来 我似乎没什么好做的了 可是 詹德的案子 还悬着呢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先生 嗯 他的死因 似乎已经公认是 脑部正子 电位的 随机飘移 可是 法斯托夫也承认 那样的几率 几乎是无限小 就算阿玛迪洛的行动 可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个几率在提高后 还是跟无限小差不多 至少 法斯托夫是这么说的 所以 我仍然在怀疑 詹德 是死于 蓄意谋杀 但我不敢提出质疑了 一切 皆以尘埃落定 我不想再颠覆这个 令人满意的结局 我不希望 再把法斯托夫 置于险境 不希望 再让贾迪亚 痛苦难过 我不知道 该怎么做 也不能和任何人 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 我只好跟你说 吉斯卡 好的 先生 我随时能命令你 把听到的 全部洗掉 把这一切 都忘记 是的 先生 依你看 我该怎么做 如果 这是一桩击杀案 先生 那就一定有 作案的凶手 目前 只有法斯托夫博士 有这个能力 但他说 并非他下的手 对 当初 我们就是从这里 出发的 我信任法斯托夫博士 相当确定 他并不是凶手 那么 这又怎么可能 是击杀案呢 先生 如果还有一个人 对机器人的了解 和法斯托夫博士 不相上下 那就有可能了 吉斯卡 卑莱 终于推演到了 关键点 就是你 吉斯卡 他说 假如吉斯卡 是人类 他的反应 很可能会是 目瞪口呆 震惊不已 但也可能会是 勃然大怒 或者是 吓得缩成一团 或是 其他十来种 可能的反应 但 因为他是机器人 他并未显露任何情绪 只是回应道 你为何这么讲 先生 我相当确定 吉斯卡 你完全明白 我是如何得出 这个结论的 但我要你帮个忙 请允许我 在这个宁静的地点 在必须动身前的 这个空档 为我自己 从头到尾解释一遍 我想听听自己的分析 如果 我哪里说错了 我希望你 立刻纠正 绝无问题 先生 我猜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 就是假设你 不如丹尼尔 那么先进 那么复杂 因为你看起来 不那么像真人 身为人类的我们 总是假设 机器人 越是像真人 它就会越先进 越复杂 而且 越有智慧 没错 像你这样的机器人 确实不难设计 而丹尼尔 就只有法斯托弗 那种机器人 学天才 才造得出来 对于其他人 例如 阿玛迪洛而言 要造出丹尼尔那样的 机器人 则是难上加难 然而 在我看来 丹尼尔的设计困难 主要在于 模仿人类的各个层面 例如 脸部的表情 声音的一扬顿挫 各式各样的姿势 和动作等等 这些模仿 虽然细致 繁复至极 可是 和心智的复杂度 并非真正有关 我 猜得对吗 相当正确 先生 因此 我和其他人一样 自然而然的 低估了你 但 在我们抵达奥罗拉之前 你自己便卸了底 或许你还记得 在降落过程中 我的空旷恐惧症 突然发作 有那么一下子 我比昨晚 在暴风雨中 更加无助 我记得 先生 当时 丹尼尔 在我的舱房里 而你 却在门外 我陷入了一种 僵呆的状态 发不出声音来 而他 也许并未望向我这边 所以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你原本在舱房外 但你 赶紧冲了进来 关掉了我手中的控制器 你比丹尼尔更早的 赶到我的身边 虽说丹尼尔的反射动作 和你一样迅速 这点我很肯定 当初 法斯托夫博士 冷不防地攻击我 就是他及时出手制止的 法斯托夫博士 绝对不可能攻击你 没错 他只是要对我示范 丹尼尔的反射动作 但 言归正传 如我所说 那天在舱房里 你 却首先赶到我的身边 以当时的情况 我几乎无法注意到这件事 但我在这方面训练有素 而且 恐旷恐惧症 并未令我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这点 我昨晚又证明了一次 我的确注意到了 是你 首先赶到的 但我很快就忘掉了 当然 这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贝莱顿了顿 仿佛在等待吉斯卡表示同意 但这个机器人 什么也没说 多年 多年后 每当贝莱想到这趟奥罗拉之旅 最先浮现脑海的并非暴风雨 甚至不是加地亚 而是目前的这个画面 他平静地坐在树下 头上是衬着蓝天的绿叶 周遭是何旭的威风 以及动物的低鸣 而吉斯卡 而吉斯卡坐在他的对面 双眼 微微发出红光 贝莱又说道 即使有仓门阻隔 你似乎仍有办法 侦测到我的心灵状态 直到我出了状况 或者简单地说 你拥有独心术 但这么说 或许过分简化了 是的 我有 先生 吉斯卡 平静地打道 而且 你还有办法 影响他人的心灵 我相信 你早已注意到 我发现了这件事 所以 你遮蔽了我心中的这段记忆 硬是让我记不起来 即使我不经意地想到 也看不出背后的意义 但你 并非坐得天衣无缝 这或许 是因为你的能力有限 先生 第一法则 至高无上 虽然明知会露出马脚 我还是一定要去救你 而为了避免伤害你的心灵 我只能施行最低限度的遮蔽 背来 点了点头 我懂了 你有你的难处 最低限度的遮蔽 所以 当我的心灵足够放松 可以进行自由联想之际 便会记起这件事 昨晚在风雨中 我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 已经想到 你会首先找到我 正如当初 在宇宙飞船上一样 你或许能借着红外辐射 发现我的位置 但所有的飞禽走兽 也都会射出红外线 很有可能造成混淆 可是 你还能 侦测心灵活动 不论我是否 不省人事 而这 就有助于 顺利将我找到 的确有帮助 虽然 我在即将睡着 或者昏迷之前 能够记起这件事 到了完全清醒时 我又会忘得 一干二净 然而 昨天夜里 当我第三次 想起来的时候 身旁还有一个人 加蒂亚 跟我在一起 而他记得 我说了什么 我说的是 他首先赶到 即便如此 我还是想不起 这句话的意思 直到法斯托夫博士 随口的一句话 才帮助我 冲出了 你设下的障碍 一旦开了窍 我很快便想起 其他的事情 比方说 当初 我怀疑宇宙飞船 是否真的 前摩奥罗拉 在我开口发问之前 你就向我保证 目的地 确实是奥罗拉 不过我猜 你不让任何人知道 你有 独心的能力 正是这样 先生 为什么呢 这种独心的能力 先生 让我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 全是第一法则 所以 我分外珍惜 我能以超乎寻常的效率 防范人类受到伤害 然而 在我看来 无论法斯托夫博士 或其他任何人 对于一个 会独心的机器人 都不可能容忍太久 所以我 对这件事 坚决保密 法斯托夫博士 常爱讲述 苏珊凯文 摧毁独心机器人的传说 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希望它成为 第二个 苏珊凯文 请不吝点赞